神经理 后院长 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 我是郑平医师和心纪律师王立贵 来电视郑平医师 晚上是心纪律师 为了阴防承能任的基小症 我们成立了抗贝机患学院 今天是我们专辑的第二期 那跟各位介绍是关于糖尿病的监讯朋友们 你们要特别的注意 你们肌少症的风险是别人的三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台湾媒体的一个报道 根据这个亚洲的数字 它是这样讲的 糖尿病患者 他肌少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三倍 那么如果他的血糖控制的越差 他的肌少症的严重度就越重 然后呢因为这个血糖高 然后他也会有胰岛素组抗 胰岛素组抗前大家回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们把连结放在这里 那这两样的话都会造成你身体的发炎指数的升高 那发炎指数呢就是包括了这个 转流氧子因子α 还有这个白细胞结束 interleukin 6 然后还有这个CRP 以及这个糖化中产物AGES 这些东西呢都会随着你的血糖的控制不好而恶化 那上一周我们跟各位介绍过 发炎确实就是让你的肌肉质量不好 不管是流失或者是肌力下降 都是跟发炎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再来呢 血糖的控制不好或者是胰岛素的阻抗 它也造成了你的氧化压力的增加 那上一周我们也跟各位解释到 立腺体里面的自由基增加 氧化压力增加的时候 你的肌肉的流失就恶化特别的厉害 所以这些呢就是为什么你的血糖控制不好 会引起一连串的这个肌肉的质量的减少 或者是肌力的下降 那我们来看完了亚洲的资料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资料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N-Hans 这样一个美国国家级的一个普查 它呢是一个问卷的调查 也是一个营养的检查 然后把它整个综合在一起 成后下去分析 那它是呢整整已经做了超过50年了 非常优质的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普查 那每一年呢 美国15个counties 每个15个gene 每一个gene各选出5000个人 给它做健康问卷的评估 评估之后呢 让它能够免费的做一整套的健康检查 然后搜集到所有的数据之后呢 由这个公共卫生部门呢 他们来分析研究然后呢采纳哪些方面呢 我们需要加强保护国人这样喔 所以呢 N-Hans这个检查是非常的具有可信性 然后可靠性还有这个可采用性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1999年到2018年的美国 N-Hans的这个系列呢 他们统计了肌少症跟糖尿病的关系 他们发现呢 我们把年龄 把性别 把种族喔 把有没有做运动这些变数呢 全部都给它控制好 都维持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一般人的 肌少症风险大概是每5点5位会有一位 那如果是糖尿病这群朋友呢 他是每3位就会有一位 所以从这个非常标准的 Enhanced的这个普查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糖尿病这群朋友 他们肌少症的风险呢 确实是比较高的 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喔 那到底呢 怎么样去预防啊 我们这个肌少症呢 关于糖尿病的这群朋友 我们最重要的讲的就是 请你控制好你的血糖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因为我们刚刚讲 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呢 你就会有发炎的倾向 就会有氧化压力增高 这些都会恶化你的肌肉质量 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啊 这个血糖跟这个肌肉质量啊 它们两个是双向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血糖控制的很好 他的肌肉就不容易流失 他的血糖控制不好 他的肌肉就容易流失 反过来 如果他的肌肉质量很好 他的血糖比较好控制 如果他的肌肉质量很少 他的血糖很难控制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这个瘦肉就是骨骼肌啊 他其实就是我们血糖代谢 很重要的一个场所 如果你的骨骼肌大量的流失的话呢 你就少了很多代谢的场所 那就会造成你的血糖的波动 不容易控制 所以你看 他们两个是双向的关系 那除了血糖控制好之后呢 还要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一样啊 回到我们之前 在肌不可失的第一集 跟第二集 跟各位讲到过的 就是呢 蛋白质要补得够 运动要做得够 维他命D也要补得够 首先呢 蛋白质要补得够 在这一篇 这个2022年的发表里面 他也提到啊 饮食的介入呢 会对于糖尿病患者 不要罹患 肌少症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呢 蛋白质要补 我们要补优质蛋白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质炼氨基酸 质炼氨基酸 全部都必须要饮食摄取 是没有办法体内自行合成 它们全部都是必须胺基酸 包括呢 瘤酸 ISO-LUCIN-VALIN 这三种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 LUCIN-就是呢 白胺酸 这一款是最重要的 对于你TAP2第二型 白肌的维持啊 特别的重要 那么白肌就是跟你有没有 肌少症是最相关的嘛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建议呢 BCAA这一种哦 或者是说这个LUCIN-白胺酸 这一种的话呢 直接补充 我建议哦 不要在那边再误我说 吃什么东西 多吃一点可以得到 这老人家没办法吃那么多东西 你要给他吃量少纸巾的东西 建议直接补充哦 这样的supplement的补充品 并不是很难买 糖尿病很容易发生 糖尿病肾病变 所以如果呢 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小于30的话 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 就需要稍微的减量 那么就是在每天 每公斤的体重呢 只能够补充到0.8公克的蛋白质 例如说是60公斤的体重 那么他一天就只能够48公克的蛋白质 并且他蛋白质补充啊 要尽量的分三餐 就是多次性的补充 不要一次集中把它吃完 那如果已经开始洗肾的话 他的蛋白质补充可以恢复到每天 每公斤的体重1.2公克的蛋白质 比如说60公斤的体重的人呢 他们每天呢 可以吃到72公克的蛋白质 那一样是把这个蛋白质平均分配 三餐吃 那至少呢 每一次可以20公克左右 就是如果是三餐的话 再来的话是运动呢 要做得够 运动的话 我们跟各位介绍过哦 结构性的锻炼 那里面真正最相关于 激少症的就是阻力型的运动 就是叫重力训练的意思 台湾的老人家 最喜欢做的运动 叫做公园散步 你就觉得有去散步就有交代 其实你散步 你应该要改成快步 你这个散步呢 不痛不痒 也不喘也不流汗 这样的速度是没有多大益处的 你一定要做到够快 然后呢 你的心肺功能能够被保护 但是再讲回来 不管你是不是去公园快步 你这个都是有氧运动 都是心肺功能的运动 它都不是阻力型运动 根据2022年这篇报道 他认为最重要的 跟激少症相关的是 你必须要加上阻力运动 就是重力训练 如果你没有去健身房的话 你可以举雅铃 你可以拉弹利带 如果你没有雅铃的话 你可以举宝特瓶 就是满水的宝特瓶 一样 总而言之 你要有这个意愿 然后要有这个尝试 去训练你自己 保护你自己 让你的老年的生活平址能够好 所以我们这个激少症训练中心呢 叫做抗肺积患学院 就是用来教育老人家 如何照顾他自己 不是你每次就来抗肺积患学院 上个一堂课 然后你回去就不干了 就觉得说反正呢 这个已经上过健身房了 我们抗肺积患学院不是健身房 我们是在教育 这些呢 想要预防激少症的朋友们 如何呢 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执行 然后呢 在日常里面去预防你的激少症 日积月累 激沙城塔的这个效果 都在日常当中 那么呢 我们也讲过这个结构性的训练呢 最好也是热身 然后有这个做心肺 然后有做重力 然后还要做拉筋 让你的筋能够柔软 再来是维他命D 我们在顾口婆心的再说一次 目前的补充剂量呢 800国际单位IU啊 或者是呢 1000国际单位这些都太软弱了 太少了哦 我们的补充呢 我们会从5000单位补齐 甚至补到一万单位 但是必须要抽血检测 那这个是呢 一般检验所可以提供的 维他命D3的抽血检测 我们会去追踪哦 所以你要补得够 那么今天就是跟各位介绍到呢 这个运动跟饮食啊 这些介入呢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朋友们呢 确实是有保护作用的 但是你要保护的对 那到底应该怎么吃 到底应该要怎么运动 都有一个特殊的相关 那最重要是控制好你的血糖 不要让你的身体发炎 不要让你处于一个 氧化压力很高的状态 这样才可以保守你的肌肉质量 我们已经步入了老年社会 所以呢 我们都可以活到呢 平均余命81岁以上 那女士甚至可以活到84岁以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维持我们自己的肌肉质量 让我们呢 过上一个没有肌扫症的 健康的生活 糖尿病的朋友们 你们特别要努力哦 我们下一个肌扫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